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超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好 我們看到了 在連續四天的一個假期之後 禮拜二的台北股市 繼續上漲了41點 那大盤在接下來 有沒有機會繼續往上來做攻擊 談大盤之前 好 我們先來聊一下 最近台北股市 在這個地方震盪的時候 我跟大家談到說 我們4月份鎖定的重點 會在哪裡 會在第一季的一個季報 即將來做公布 那有哪些值得大家特別來做注意 我認為第一季就會有季報的一個 這個亮眼的成績呢 在四天的連假期間 我在我部落格上面 幫所有投資朋友 錄製了一場這個線上演講會 重點就是我認為第一季季報 會有亮眼成績的好股票 那很多投資朋友都打電話 進來搜尋我們的帳號 那當然也在當中 也有很多投資朋友說 謝謝憲榮老師 這麼好的一個資料 居然這當中免費提供給所有的投資朋友 要來預先卡位第一季 有哪些值得大家注意的一個季報潛力股 很多投資朋友甚至在今天都打電話線來說 憲榮老師挑的股票真的都很不錯 甚至像禮拜一二的一個行情當中 很多股票都已經開始大漲上來了 我們舉個例子 這是在禮拜上個禮拜提供給大家線上演講會當中 預估第一季機報會亮眼成績的 舉個例子 6145的一個禁勇 那我提到禁勇它不只是大家熟悉做記憶體模組 其實它已經轉型變成行動周邊的儲存產品的供應商 那舉個例子最主要尤其是在蘋果 Apple的一個周邊的產品的部分 像它最近就推出了一個由蘋果認證 基於Linting的一個所謂的雙向的儲存碟 那這雙向儲存碟有什麼功用呢 大家都知道蘋果的iPhone也好iPad也好很好用 可是有一個缺點沒有辦法插記憶卡 所以記憶體容量都是固定的 可是透過了禁勇所推出的這一款所謂的雙向儲存碟 就可以讓iPhone跟iPad 因此靠著這個來擴充儲存容量 那也靠著這些所謂的新產品在行動周邊儲存的部分 去年EBS0.42元開始轉虧為盈 今年都有蠻大的成長幅度出現 前兩個月營收年增率高達117% 達到一倍多的幅度 那預計第一季爆會有亮眼成績 結果講完禮拜二我們就看到 指數漲41點 金融的股價哇拉到漲停板 很多投資朋友都說 憲榮老師敲的股票 這次真的都很強 那我重點不是要告訴大家 哎呀這當中四月份還有哪些名牌 你要趕快來這個當中把握到 我重點其實錄製這一場線上演講會 最重要的用意在哪裡 是要告訴投資朋友 你要從裡面去看懂我怎樣去做股票 幫投資朋友賺錢的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好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所強調 我們提供給投資朋友沒有任何誇大不實 有的只有我們的專業 所謂的專業怎麼樣去幫你來賺錢 長線的部分一定是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底下 最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趁著股價在低檔的時候就要來做佈局 波段操作來賺主一個大波段 那短線的部分 我所說的短線不是今天就要馬上看到漲停板 那不叫短線 那叫做這當中投機 那真正的短線我指的是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左右時間 我們去規劃未來這段時間 誰會有利多出現 或是說報紙到時候會登出哪些利多 而這些利多如果發現股價在低檔 已經有大幅在進貨轉強訊號出來 我們自然會帶著你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等到股價漲上去利多間報就來獲利如代 快速的累積獲利 這就是我在做股票 我強調真正如果你要賺到錢 你就應該這樣這樣子去做 趁著股價大漲之前 掌握未來誰會有利多 然後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那這是我在做股票一直強調的一個觀念 你說可是真的做得到嗎 這也就是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誰真的能夠去幫助你 能不能夠去幫你掌握 能不能夠去幫你規劃未來的利多 這就是一個專業的證明給大家看 有很多這當中我們最近特別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當最近上市櫃公司開始公佈 去年的年報公佈完 第一季機報也即將開始要公佈的時候 我們看到報紙就開始這當中 登出相關的一個利多出來 我們舉一些例子 就是上個禮拜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有一家公司叫F連德 他做什麼 做伺服器的一個散熱模組的部分 就提到說這個部分都會這當中 以美系客戶的一個訂單持續帶動之下 毛利率也在上揚 然後加入到其他新產品之後 業績都會持續的往上再做提升 第一季的營收挑戰單季的第三高 大家都上看說今年業績淡季不淡 這個法人都估計今年1PS幾塊錢起跳 8塊錢起跳 那再來看到今天又有一則利多新聞出來 這是鴻海集團底下 專門在做工業電腦的一個公司 叫做華漢 目前也是工業電腦的股王 公佈出來三月營收9.38億 月增率45%年增率高達兩倍 寫下了歷史次高紀錄之後 報紙也都在寫說 這淡季當中逆勢寫下歷史新高紀錄 大幅優於市場預期 估計這當中第一季的營收 第一季的業績將會翻兩番 那我們看到現在F連德 看到華漢營收報紙都公佈出來 大幅度成長 大家都在看好的時候 我相信這地方就可以檢驗出來 一個專業的操盤團隊 是不是能夠預先幫你掌握到 未來的利多 幫你掌握到第一檔佈局的機會了 我們就拿F連德 就拿華漢來講好了 我是在什麼時候跟大家講的 是看到今天工商時報 寫了這麼大一篇華漢 告訴大家第一季的業績要翻兩番了 才跟大家推薦嗎 不是啊 去年當華漢股價還在一百六十幾塊的時候 我就已經幫大家來規劃華漢 推薦大家了 那時候我提到華漢2013年EPS6.17元 但是看到它自動化系統 已經開始掌握到新單 基地台的產品第二季也開始出貨之後 未來的營運都會怎樣 逐漸往上再做走高 那時候股價還在一百六十幾 在一百七十塊左右 所以我發現股價在低檔 但是有大戶在進貨 技術面是屬於一個多方控盤結構 未來有機會開始往上攻擊 那因此在當時一百七十元以下到一百六十六元之間 按照我的規劃在做佈局當中 那後來一波華漢先大漲上去 然後再壓下來一次 十月份 十月份的時候又看到大盤指數那時候 跌跌跌跌跌跌跌 要持續破底跌到八千六了 對不對 那我又提到華漢 提到說第三季的季報 預估又會有亮眼的成績出現 所以在當時我又建議我的會員朋友 二百零八到二百零九有獲利了結一趟的一個吃穀部位 這地方又可以按照計畫 跌下來到一百八十元左右 又可以把低接再買回來 為什麼我低接 當然這是我的技術指標 也告訴我 這也有轉牆訊號出現 那所以說當你看到 今天報紙都在寫 工商時報 寫說吞下了併購的大補丸 華漢第一季的業績要翻兩番的時候 需要去追嗎 你如果這個地方去買 我會提醒你 你要小心 因為股價這時候已經漲到多少 漲到二百九十九塊半 漲到已經快要三百塊了 那我這地方不會叫你去買 為什麼 因為你會看到我是在什麼時候推薦的 在當時一百七十元以下到一百六十六元之間 在當時二百零八二百零九 獲利了結一趟之後 一百八十元又再度的一個買進 那現在漲到二百九十九塊 需要去追嗎 不用嘛 對不對 因為我帶我的會員再買股票 就是要堅持掌握未來的利多 而不是在今天有利多公佈的時候去買 掌握未來會有利多的好股票 趁著股價像華漢一樣 在低檔的時候來做佈局 來做買進 那你說只有一個華漢嗎 不是啊 剛才還給大家看到像F連德 那F連德我在什麼時候推薦的 在當時股價還在五字頭的時候 我說 去年我持續鎖定在雲端巨量資料收匯股 除了之前推薦的秦城 宜鼎 又有發現到一檔大戶在進貨當中的雲端收匯股 就是F連德 它最主要的產品是什麼 包括車用的沖壓件之外 最主要就是雲端伺服器的零組件 就是在散熱模組的部分 出貨持續在做成長 七月營收創下新高 2013年EPS賺到4塊之後 2014年預估都會更上一層樓 也站著當時指數在回檔的時候 發現有大戶在進貨 當然為什麼我知道有大戶在進貨 這就是我在我部落格上面 提供給我會員朋友的雲端教室 雲端書櫃 還有每個禮拜兩次實戰教學 這些雲端的技術教學 在教的東西 運用技術分析去看懂大戶的動作 什麼叫低檔有在佈局 好 那時候的F連德 我們看到股價在五字頭的家位 都建立我們的會員朋友 按照計畫 59元附近以現股來做佈局 來做買進 後來F連德先漲一波 漲到75塊多 利多見爆 營收突破3億元 股價漲停 創27個月新高 我也說先不要去追 未來會有壓回 有沒有壓回 有啊 10月份大盤跌到8600 大家又嚇死了 大盤覺得轉空了 我告訴大家好多股票 我認為說季報 預估會有亮眼成績 指標也都開始出現轉強 那結果我們看到 現在F連德公布出來 應該講 這當中報紙都在寫了 第一季的營收 挑戰單季的第三高 報紙都在寫了 散熱伺服器的散熱 這當中業績開始持續的提升 還有包括了 汽車相關應用 比重都持續在提升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天的新聞 最近的新聞 我是在什麼時候就跟大家講 來各位投資朋友 再看一次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股價還在59塊的時候 就已經都跟大家講了 對不對 等到大家都看到 哇 這地方大家都看到 F連德的業績好棒 第一季營收在挑戰新高的時候 股價已經漲到多少 漲到99塊4了 你需要再去追嗎 不用再去追了 對不對 這就是我一直強調的真正賺錢的方法 一定要 一定不要去追今天有利多的股票 而是要去規劃 去掌握誰未來會有利多 然後趁著股價還在第一檔 轉牆訊號出來的時候 第一檔來做佈局 當然你說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未來誰會有利多 就是要 這當中 感謝我們極品操盤團隊 所有的研究部的同仁 這麼用心 這麼努力的 再幫大家在市場上 掌握這些第一手的訊息 再幫大家從產業面 去找出來這些真正有競爭力 業績會大幅度成長的好公司 那這也就是我們做股票的方法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強調 其實極品操盤團隊 怎麼樣幫你賺錢 不是像其他投顧老師一樣 每天在那邊吹噓 今天有什麼股票漲停板了 而是要去幫你 第一個長線的部分 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最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帶著大家低檔布局波段操作 來賺逐大波段 短線的部分 也要去幫大家規劃 為預期未來會有利多 掌握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帶著大家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 等到股價大漲上去了 好利多見爆了 又是獲利如帶 快速的累積獲利 這就是我們做股票 真正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能夠做得到 我相信你在股市當中 一定已經賺了很多錢 那做不到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 加入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來帶著你 帶著你去掌握未來的利多 而不是追逐今天報紙所寫的 讓我們帶著你去掌握到 未來這當中會有利多 股價會大漲的好股票 讓你也能夠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 當然如果說投資 想要把握說 那除了說這個F連德 除了華漢大漲上來 今天進勇也漲停板了 第一季季報 預計誰又會有亮眼的成績 第二季的操盤策略 該怎麼去訂 還有哪些潛力股 大家值得注意的 那我們這場線上演講會 這次會特別幫大家 延長到這個禮拜為止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 想把握 想要了解第二季的台股 操盤策略 跟潛力股的一個投資朋友 都歡迎待會廣告時間 先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報名這場線上演講會 索取免費的帳號來自密碼 歡迎大家好好利用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還有更重要的投資亮點 我們馬上再回來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成通投顧 極品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群出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通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代出 精準分析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 股市中的常盛軍 成通投顧 只能托付27525868 中文字幕提供 TTW國際團隊將油艇變建築 碧潭水岸 捷運景觀宅 雙水關 29131333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指數在禮拜二又繼續上漲了41點 不過我會經營大家 如果這個行情 指數來看的話 可能快的話明天 慢的話下半週禮拜四的時候 又會有稍微做一個拉回 所以這裡的操作 你在指數的部分 都不用太過於心急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最終我們看到 今天禮拜二 指數雖然拉高漲41點 但是成交量呢 在禮拜二只有905億 比上個禮拜四的928億 變成一個來的少 變成一個價漲量縮之外 又看到領頭羊台積電 指數漲了41點 可是台積電禮拜二 股價卻是翻黑來作收 所以接下來 除非說台積電股價 儘速的往上突破 月線的反壓 不然我認為說指數的部分 這裡你都不用期待說 馬上會噴出會大漲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認為指數比較有可能 還是在這裡區間震盪的時候 最重要的 還是要去做好什麼工作 看盤 你要去看結構的變化 賺錢 你要懂得太弱則強 那強勢股的部分 當然我跟大家最近都提醒 季報表現亮麗的公司 最近會先往上衝 那我們看到包括禮拜 上個禮拜線上演講會當中 跟大家報告的禁有 禮拜二衝上了漲停板 對不對 也看到包括像4912的F連德 禮拜二也是衝上漲停板 繼續創波段新高 可是也小心一些 例如說面板股 這地方最近報紙消息 還算是有一些利多 舉個例子來講 像友達 報紙都在跟大家講 友達吃到了小米的訂單 營運會在接下來大進步 可是我們看到有利多出來 友達的股價有沒有漲 沒有漲 反而是在融資大幅度增加過後 季線都站不上去 現在還往下要跌破半年線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它的股價 季線站不上去 反而會往下 可能會跌破半年線 你都要去思考 那是不是代表未來 產業面來看的話 有一些疑慮 籌碼面的部分 會不會有大戶 趁著融資在大增的時候 趁機在做到貨 我都會比較叮嚀大家 要小心一點去做避堪 那為什麼要再三叮嚀 這就是我跟大家所說的 其實到最後在股票市場當中 會不會賺錢 關鍵在哪裡 不在指數對不對 我帶大家做的也不是指數 我帶大家做的是股票的時候 做股票你要去賺錢的關鍵 我一直這樣跟大家強調 你要去看得懂結構的變化 做好太弱則強的工作 就像我們在去年第四季 推薦大家紅准 推薦大家這當中 宏達電 當時沒有人在看好 可是我發現 這地方已經有大戶在進貨了 那也跟大家說過 我預期iPhone6 會創下一個史上最佳的一個銷售成績 會創下一個史上最佳的一個銷售成績 業績會在11月份12月份達到高峰 紅准 紅海都是這樣 也剛才講過 宏達電當時大家都不看好 可是我預估第四季的業績 股底翻升的力道都會優於市場預期 所以我在當時大膽的推薦 那當時的股價 宏達電來講在多少 在125塊附近 到129元之間 後來最低是124塊半 我沒有買到最低 我們買在129元以下到125元之間 然後一波大漲上來講到161塊 對不對 等到外資在大幅度調高目標價 利多開始見爆的時候 我說該見好就收了 紅准等到11月營收 創下近兩年來新高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該見好就收 為什麼 因為今年智慧手機 接下來就會是個血戰到底的局勢 所以我一直盯著大家要避開 那如果你沒有避開 你會發現到1月份 2月份 3月份 指數是持續的漲 可是宏達電從161塊 外資在上調目標價之後 就開始一路的跌 對不對 紅准最近才又漲上來 不然的話 你會看到之前的股價 也是從12月進到92塊7高點之後 就一路的跌 最低還跌到70幾塊的價位 所以你會發現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專業操盤團隊 來幫你持股調整 1月份 2月份 3月份指數是大漲 你幾乎就是賺指數 賠價差 可是我都叮嚀大家要避開 避開之後轉進到哪裡 智慧手錶 智慧汽車 智慧程式 像智慧手錶 Apple Watch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這鴻海的營收達到高峰了 iPhone 6相關供應內的業績達到高峰了 可是接下來4月份 Apple Watch要上市 那Apple Watch要上市的時候 4月份 5月份 業績才會這當中達到高峰 那股價在接下來就會接棒 所以當時我建立所有會員朋友 把宏達電 把宏准獲利了結之後 轉進到日月光 當時股價壓回來 看到指標出現轉強訊號 那時候股價在多少 37塊附信 推薦給所有會員朋友 然後等到大家都看到 日月光2月營收公佈 登上歷年來同期新高 也拿下了iPhone 這個所謂的一個 新的SIP系統級大單的時候 股價已經創新高 漲到47塊85了 這段時間 宏達電 宏准是大跌 日月光在創新高 那不只日月光 新日新也是當時 法人在殺出 我發現已經有大戶在進貨的訊號出現 那時候股價67塊左右 也告訴大家 Apple Watch 它會帶動接下來 新日新的一個機構建的業績 開始往上來就走高 趁著指標再度轉強 股價還在低檔 指標出現轉強訊號 持續的在買進 對不對 持續的帶著會員朋友買 現在也漲到86塊半 持續的在創新高 或是車用電子的部分 也鎖定到起機 對不對 智慧汽車加上智慧家庭 核佔它營收比重 高達了九成 那未來不管智慧家庭還是 這個車用電子 大幅度成長之下 我都說起機會是個非常重要的受惠者 那股價呢 在當時從六十幾塊 六十七塊八左右的價位 持續推薦 最低六十五塊三 那我們最低買在六十五塊半 沒有買到最低沒關係 可是也差不多了 漲上來 這地方都持續的看好 對不對 宜鼎也是我們在二月份 推薦給所有會員朋友 特別會員的一個 這個車用電子的新黑馬 是不是又這樣子 從去年賺完這一波 再賺上來 這就是我們在做股票的方式 這裡面沒有任何的虛偽造假 我們剛才所呈現的 不管是宏達電 宏准 日月光 新日新 還是起機 還是以鼎 如果說你加入之後 說憲榮老師的抗訓 在電視上所秀的 是造假 我們全額推廢給你 因為我們接得起 市場的考驗 誠信為本 績效為根 那重點 我只是在跟大家強調說 做股票的一個過程 你要去掌握的是 每一波行情會漲的不一樣 你要去做好結構的一個調整 去年第四季 我們看好宏達電 看好宏准 大漲上來 見好就收 轉進到 Apple Watch的日月光 新日新 轉進到車用電子的起機 以鼎 那現在 當然我認為說 這地方 大家也就不要再去追這個 以鼎了 或是再去追這個 新日新了 重點 你要去思考的是 還有沒有下一檔 還有沒有 又從低檔 可以讓你來做卡位 布局的好標的 這才是我們在接下來 要去帶大家鎖定的重點 當然 這個部分 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想要把握機會的話 錯過了去年的 紅達電 紅准 錯過了今年第一季的 略光 新日新 或者是以鼎的投資朋友 我們都歡迎大家 現在新的一個潛力股方向 已經開始幫大家擬定 特別注意四月份 題材面 注意的還是在台北 智慧城市論壇登場之後 台北國際五合一車展即將登場 以及四月四日 蘋果Apple Watch正式的開賣 那這個部分 當然不要只是看題材 重點是 當第一季季報公佈之後 誰真的會有亮眼的成績 這才是未來股價 續航力道 能不能夠長長久久的關鍵 而這個部分 我們也已經在幫大家掌握 未來會有這個業績 大幅度成長的好公司 趁著股價 在最近大盤指數 可能震盪整理的時候 要來做卡位 那包括像在禮拜 這個禮拜提供給大家的 線上演講會 裡面就有許多潛力股 當然如果說投資朋友 想掌握到 裡面誰是最有爆發力的 像我們上一次的線上演講會 跟他談的車用電子 這麼多股票 那我們鎖定到5289的儀頂 帶著特別會員 這波大獲全勝 如果說投資朋友 想要把握 接下來第二季的潛力股方向的話 我們已經幫大家 鎖定好最新的標的 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 待會廣告時間 或我們的服務電話 鎖取我們線上演講會的一個 這個當中 報名的一個帳號密碼 那詳細的內容 歡迎大家廣告時間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也歡迎大家加入 極品操盤團隊的行列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成通投庫 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通投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財經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財經一定代出 精準分析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 古時中的常盛軍 成通投庫 直準的科幅 2752-5868 保陸集團 湯全國際 吳萬平大基地 國際海灣造陣 江南清水別墅 千坪老樹園林 台北人最需要的 江南園林生活 台北灣真實呈現 台北灣2805-9898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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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